国乒男单又新增加了一位新的球员 他的技术远超于林高远和梁静坤 小胖樊振东都有点怕他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众所周知 在北京时间2022年1月4日 国乒在山东微海的隔离以及正式结束了 接下来 国乒将开始新一轮的备战 本年度他们的首场比赛就是澳门WTT冠军赛 此次比赛国乒的总教头刘国梁也非常的重视 现如今 国乒的新老交替还没有完成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许昕 刘诗文甚至沉梦 在这场比赛之后也将面临退役的问题 不过 最让刘国梁感到头疼的还是国乒男队 一方面 男队的世界竞争压力远远大于女队 比如巴西 香港 非洲和德国等等 他们都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甚至战胜了梁静坤 林高远等选手 因此 我们必须谨慎 第一要考虑马龙是否能继续参加比赛 其次 就是这些年轻选手能否成功上位 不过现在 有一位冉冉升起的男拼运动员加入了国拼的阵营 樊振东也对这位球员赞不绝口 那么他是谁呢 别急 接下来 小编带大家一探究竟 他就是男队的后起之秀周启豪 近期 樊振东在做客拼弹世界的时候 说出了他对休斯顿试拼赛的态度 他说当时抽签的时候 最怕的不是抽到外国的选手 而是怕与自己的队友周启豪抽到一起 因为他非常清楚周启豪不好对付 这才导致他每次抽签都害怕抽到周启豪 非常的紧张难受 而当他得知自己不和周启豪在一个半区时 他悬着的心裁放了下来 由此可见 其实周启豪在国拼男队里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不过 他在对外的竞争中 胜率几乎是零 刘国梁其实给过他很多机会 但他的表现总是不尽人意 接下来 他估计会受到国拼的重点培养 因为他很擅长打樊振东和马龙 如果国拼弃用了他 他转投他国 为其他国家效力 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事实上 这种事情在整个乒乓球界太常见了 许多新加坡和日本的球员都是中国人 就比如日本的张本志和 他就是来自中国四川的 就拿整体技术水平来说 周启豪可以说是一流的 不过他始终没能突破自己的心态 一身的好技术却发挥不到位 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队友对打时 发挥得非常不错 可是遇到了很少见面 打法不一样的外籍球员 他就容易暴露缺点 但是可以得到樊振东看重的选手 在国拼中应该不多 而可以在一年之内击败很多世界冠军 其实整个世界拼盘估计也没几个人敢比 周启豪是一块好玉 只不过他现在没有得到很好的雕琢 希望他未来能有所进步 争取早日实现他世界冠军梦 此外 他曾击败过大头王楚清 而且还在单场比赛中 打出了11比0的比分 由此可见 其实周启豪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可就是他的心态不稳 总是跌宕起伏 又缺乏在赛场上的霸气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次见